早几天有个台湾艺人猪死 很年轻的 三十多岁 后来发现结果 发现他因为主动蜜剝离 所以致死 究竟什么是主动蜜剝离呢? 为什么这么惊人 怕一个人好地突然间就会死呢? 今天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就给大家看什么是主动蜜 主动蜜是在心脏里走出来的第一条大血管 这是心脏 这条大血管就在心脏里走出来 它向上,在后面屈回向下 去到背脊后面,接着一直向下 就去到我们腹部 这条血管就会将我们的血液 输送到各个重要器官 它说主动蜜剝离 剝离是什么意思呢? 剝离是英文就是dejection 我做了一个模型 当这条就是我们的主动蜜 它外面有个分支 如果这个就是血管 其实血管的壁 其实有很多层 不只是一层 应该说是有三层 因为主动蜜剝离 主要是最里面那层 就是和中间那层分开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 好像这样 就是说 血管壁里面那层 和中间那层分开了 那么你这样看下去的时候 血管正常是血经过的 但是这个就突然间 剝开了之后 两个分开了 就变成了一个空间在这里 好了,那究竟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剝离现象? 那我就将这个主动蜜切开 有发现有发现 我发现这个血管里面有些黄黄色的脂肪 其实有些胆固顺的积聚了 那么中间就有一个裂口在这里 那些血就会经过这个裂口 就走了入那个血管壁里面 这里冲血就令到那个血管壁就分开了 那么你会说 有个空间那又怎样啊 这里都有血经过 那不怕是不是啊? 其实不是的 因为血管主要是内壁那里 有个撕裂的位置 有个缺口在这里 所以那些血就会经过这个缺口 就由主要的管道那里 就会走进血管的分离空间那里 即是说如果它是分离开 剝离开了之后 那么它就在这个空间里面 都会塞满了血在这里 那么大家一知道 血就离开了血管 如果走到其他地方 比如去到血管壁这里中间 它就会瓶的 那它就会变成血块积在这里 那么当然很多血就会流失了在这个空间 如果这个空间很大的话 它就会很大的哦 因为那个血管很长的嘛 如果这个剝离的地方的范围很大 很多血都走到这里 瓶了的话 那么我们的身体的血就没有了大瓶 那么没有血液供应 我们的重要器官 还有一件事就是大家要留意 这个剝离的地方 如果里面那些血就变成血块 它就凝固了 它就凝固了 塞住了的话 大家不要忘记了 外面这个主动物有很多分支 那这些很多都是一些重要的血管 那么如果有血块塞住了这条血管的话 那么变成了它供应的重要器官 都没有血到呢 那么那些的器官就会坏死了 那么好像呢 如果这个主动物 那么主动物这里出来 它有几个有三个分支出来 这样的其中一些的分支 就是上个脑那里的 那么如果呢 就那个剝离的地方 牵涉到这里 塞住了这些血管 那么就没有血上脑 那就自然会中风 这两条血管呢 就是去个神那里的 那么如果剝离的地方是这里 那么这个血管塞住了的话 那个神就会坏死了 那么这条呢 就前面这条 伸出来的那个呢 我就没有画出来 这条呢 就供应过肠的 如果这个地方的主动物 剝离呢 那么有血块塞住在这里 没有血到肠呢 那真的是长寸吐烂而死 我之前画的那些图呢 就有少少不太准确的 其实呢 就是那个血管 这个主动物呢 它那个走法呢 它就是由那个心脏那里走出来 因为由心脏这些位走出来 那么它呢 就弯个圈呢 就由背脊 我们后面背脊那里 就走到下面腹部 这样的 那么画就画了在前面 大家容易看的 那么这个病症呢 其实就很在乎那个剝离的地方 在哪里 就是如果剝离的地方 是前面这一部分的 那么通常呢 就突然间心口中间呢 就很痛 痴心裂肺那种痛来的 突然间好地地 就几十秒呢 就已经到到顶点了 哇 痛到私心裂肺 从来都没有那么痛 那种来的 如果剝离的地方 在背脊后面的话呢 那种痛呢 也是这样的痛 不过呢 很多时候可能背脊 就比较明显一些 那么其他病症呢 那么当然如果它剝离的太厉害 那些血液呢 就即是在剝离的空间里面 没有血到那些重要器官 可能会突然间昏迷 没有血到那些脑呢 会引起中风 那样会 比如手脚动不了 说不了话那些 那些那些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引起 主动剝离这个现象呢 那么其实呢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离不开外忧内患的 那先讲外忧 那如果那个血管呢 就不断受外力去压迫它 那不如最简单呢 就是有些人有血压高 那有些人血压高 又不吃药的 那变了呢 就长期呢 血管里面 那么大条血管里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那就慢慢就令到那个血管迫 就有个地方就脆弱了 那假以时日呢 那它就会突然间撕裂开 那就引起这个问题 内患的话呢 就是以我们刚才的模型来说 我剪开它的时候 是不是有地方有些黄黄的色 那些呢 其实就是那些胆固醇血脂那些 那些呢 那大家都知道 胆固醇血脂高很多人都有的 那很多人不肯吃药的 那变了呢 那些血脂慢慢就会积在血管里面 那它时间久了呢 你说脂肪好像淋脾脾 但是时间久了呢 它积在血管呢 它其实变了一些硬块的东西 就是脆的 那如果年纪慢慢大呢 它可以呢 就突然间啪一声 啪 那就裂开了 那那个缺口呢 就被那些血滲进去 就令到那个血管壁分离 引起这个主动默默 那也有些很少见的病呢 就会令到那个血管壁比较弱 比如说有一种叫做 马芬氏综合症 叫做马芬氏综合症 马芬氏综合症的人呢 通常都是很高很瘦的 那些手指很长的 就是好像一些蜘蛛脚 那样的 那些关节呢 就是好像软骨弓 那样的 就是怎么屈都可以 通常它都有其他的病症 比如有些人呢 因为眼睛的蒸体会有问题 那有些人在胸口的胸骨那里 会凹凹进去 那样的 那这种病呢 是一种遗传病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身体那些 我们叫做 替结组织 就是connective tissue 简单说 connective tissue 就是将我们身体各个器官 各个结构 就定位 fixed 那些组织呢 就不够强硬了 这种东西呢 都可以影响这个主动默 所以如果有这个马芬氏综合症的人呢 必须定时要验一验血管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它都会有主动默脱离的现象 那我这么说 你又不要是不是都害怕一餐 那不是所有高瘦的人 都等于马芬 syndrome 马芬 syndrome Sendrome 就是一大堆的症状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症状 就起码有大部分 那才叫做 那你不要说因为你高高瘦瘦 就先害怕 如果你真的又高又瘦 你又担心的话 可以请教一下你的双熟医生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请你留言点赞 订阅和小铃铛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